Handy Tam 譚明 Hello 各位 我叫Handy Tam 譚明 我職業都複雜 基本上是Creative Director和導演 那個人來說是一個跨界別的創作人 美術課我是拿了一個不合格的 很奇怪的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連會考都拿A 為什麼我會拿不合格拿F 連試我有棄成 我就立刻找上去 我美術老師問為什麼 為什麼人人都拿A 我拿F 其實我們美術課有三堂練習 幾十人的作品都是我畫 其實阿Sir不是不知道 他只不過不管 到最後學期的時候 收到成績單 我就心心不分去問他 其實他很妙 他回答我 你知道 每人都拿A 你為什麼拿F 就是說我不夠誠實 幫了人 其實就是幫人做壞事 其實如果你是給你的同學 可能多些經驗 或者畫得好些 多些天分 你應該是幫他 就不是跟他畫了他 那就算了 到現在這件事 其實都令我幾深刻 我會說是我的會考作品 那會考作品其實是一幅 現在我就知道是白畫素描 用完白畫的康乃興 其實我對那次的會考是很無信心 誰知道我放榜的時候拿了A 我很開心 那為什麼我要把這幅畫送給一個人 那送給誰呢 其實是送給我媽媽 因為其實其他表弟 表哥 名下出身 這個又去畫畫 那個真的去彈琴 這個又巴雷舞 我們周邊都有很多例子 其實我家就沒有這件事 總之他會任何自由發揮在離遠 看著你 你需要的時候 如果他有能力 如果你要有能力 他們有能力的時候 就會幫助我 如果能力幫不到的時候 他會鼓勵我自己 用雙手去爭取回來 其實這一道理 足以令我 到現在做人 都會有這樣的影響 差不多要出去會考的時候 就有些叫就業的輔導 就是不同學科的老師都會玩我聊天 那美術老師他二話不說 他說 譚明你一定要 你讀完也好 讀完也好 讀完也好 升大學也好 不升大學也好 你一定要讀設計 那我不知道什麼是設計 他說你找個資料 你自己去發掘一下 因為他覺得我在空間 處理 畫面 上面 功夫在那裡 有些天分 他說你一定要讀設計 那其實 我很多得這位 美術老師的提點 那這個是 我覺得是一份應徒來的 因為後來我大過了之後 大過了很多年之後 我其實才發現 這位美術老師在香港 都有些證明是一位書法家和扶持家 因為當初 葦教授邀請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當我明白到 Aprosom這個活動 它不是一個普通 我們會看到一些 叫做藝民比賽 美術比賽 一些競爭性的項目之後 我覺得當中的意義 就是大家參賽者 都有機會展出自己的作品 甚至會和我們一班導師 去大家 不是叫平常 是交換意見 千萬不要忘記 這班是小朋友 我覺得 如果越早 令到他們 在藝術方面 讚放 好像我們的名字 Aprosom 希望 香港能夠多一些 有水平的 小藝術家 甚至 大過了之後 變成一支 設計師 或者藝術家 我覺得香港 是需要多一些 這樣的項目 去支持一下社會 尤其是到現在 近來也有個疫情 甚至今天 都是在疫情當中 錄影的 我希望 這一支雲霧 就快些撥開 希望 Aprosom 這個藝雷順放 可以很圓滿 很開心 很多參賽者參加 令到這件事 搞得 越來越高興 和成功 成功